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要坐在他旁边 我要出去了 这时候国王爸爸说 好 你只要在晚餐前回来换好衣服就行了 哼 帕比公主生气地带着他的小金球 重重地跺着脚步走进了花园 帕比好生气 他气到没有注意到他脚下晃动的石头 他左摇 右晃 脚一滑 扑通 叠进了池塘里头 他的小金球也掉进了水里不见了 救命啊 我完蛋了 我的小金球在哪里 一只青蛙这时候出现了 放心 我可以帮你 帮你找到你的小金球 不过 要有一件事情作为交换 你必须让我住在你的宫殿 吃你盘子里的食物 还要睡在你丝绸般的枕头上 帕比公主心里想 你做梦吧 不过 嘴上却答应说 好 我答应你 这时候 青蛙很快地 跳进了池塘里头 把金球一手交回了帕比的手上 帕比公主马上跑回了宫殿去 忘记了她刚刚的承诺 青蛙说 等等我 等等我 帕比公主赶上了晚餐 唯一剩下的空位 就是在汉普丁克王子的旁边 王子的身上有很奇怪的甘蓝菜的味道 帕比公主真的很不喜欢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帕比最害怕的事情来了 只听见 青蛙突然出现了 不好意思 帕比公主答应我 可以和她在一起的 国王大声地说 公主不能违背承诺 既然如此 青蛙是我们的客人 谢谢你 青蛙说完便跳进了帕比的汤里 我想我不饿了 青蛙咕噜噜地喝完汤后 她说 该睡觉咯 哦 不 你不准靠近我的房间 帕比公主说 这时候国王又说话了 公主不能违背承诺 于是 帕比公主只好抓着青蛙 把她扔在房间里最黑最暗的角落 青蛙说 可是帕比公主 你答应让我睡在你的床上的哦 我够了 你是我最见过 最可怕 最可怕 最讨厌的青蛙了 帕比公主一气之下 就把青蛙扔出了窗外 安静了好一段时间 才听见一个很大的声响 哇 糟糕了 只见青蛙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帕比公主赶紧冲出去 用最轻柔的方式捧起了青蛙 我很抱歉 帕比公主低头亲了一下青蛙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声响 原本青蛙在的地方 站了一位英俊的王子 青蛙变成了王子耶 王子说 哇 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我之前被下了魔咒 谢谢你的亲吻 我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王子和帕比公主 他们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 甚至长大后还结了婚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本期 discussion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говорят protector优华 董 採用 添